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读这个女人例外 她就是左小青 左小青在中国式离婚中是演过娟子一角 在人在景图饰演里成功的妻子美丽 至今拍过几时营试剧 左小青原本只是个体操运动员 小学五年级时就被老师执重进入了业余体操队 参加过湖南省市集体操比赛 后来顺利进入国家警操队 多次获得国内比赛冠军 退役后一次随夫妻的一个朋友 去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片场玩 结果被张文看中 特撑一个走起路来有点八字脚的女孩张小梅 从此迈入影视圈 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毕业后曾在湖南电视台担任娱乐及先锋主播 左小青曾传被陈刀明包养过 甚至还传两人友 孩子 有一次陈刀明冒举去左小青家逗留六个小时 被几个藏于车内的人用相机通排下来 去左小青小区保安说 陈刀明经常来 只要左小青在家 他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两趟 有时候他开一辆路骨 有时候则开奔驰 以前他来我们问他找谁 他说找左小青 后来保安都知道他找谁了 再来他就点点头 直接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 不过这些飞丸遭到两人否认 不管两人有事没事 但是小天觉得陈刀明是被左小青迷得不轻 左小青很为是颜值 颜值并存 自出道了也拍了不少热播剧 还和许多大牌明星合作过 但直到现在都没当红大紫货 还渐渐的在影视圈消失踪影 这除了他过于低调 不吵作外 有人说是因他拒绝前规则所致 左小青曾经受访时称 曾数次遭大牌制片 以给戏约和当女主角为友 有意无意把二世前规则遭到他的拒绝 左小青老公比他大二十岁 两人听朋友介绍相识相恋 据知情人透露 老公高先生在将至本地经商 身家丰厚 两人于2010年举行婚礼 2011年左小青生下一个小工具 如今他在家享受的过他生活